大家好,我是Steven Unity是一款非常强大的游戏引擎 它可以算是全世界最热门的游戏引擎之一 Unity拥有广大的社群,还有超多资源的SSDoor 可以很大幅的加快游戏开发速度 但是Unity的专业也不只在游戏开发上 许多视觉设计和非游戏类的VRAR软体 都是用Unity开发出来的 现在甚至还有一些电影或短片都在尝试使用Unity拍摄 在这档课程中,我们会从头开始打造一个堆叠的游戏 藉由完成这个游戏,我们会谈到很多进阶课题 包含一些C-Sharp在软体工程上的一些概念 以及Git版本控管的介绍 还有一些Unity视觉效果的运用 主着课程上,我们会先从游戏架构开始 分析一个游戏究竟该从哪边开始下手 接着我们进入Game Manager章节 实作主要架构,还有相关的制造结构 在BlackBehave的单元中,我们会先从生成方块开始 然后让它来回移动,动态裁切,设定物理材质 接着我会让镜头跟着方块平移 然后将我们在Access Store选的材质到方块上 最后将背景的物件加上去 接下来再补充课程的内容 我会介绍Singleton的设计模式 让你可以在不同的code 之间互相调用 而且不用担心它的位置 UI Manager 的部分 我们会先从始作UI layout 开始 然后串接上程式 最后再加上PerfectHit 的特效 最后修饰的部分 我会加入开场的模糊效果 让整个游戏体验更完整 最后我会把游戏输出到Android和iOS上面 让你可以很骄傲的打字给朋友看 以上就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那我们就课程上见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